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祝灵熙 欢迎回到我们课堂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 第一章第二讲 电子商务安全的基本需求 那么我们说啊 电子商务有很多的需求 特别是在安全方面 那么呢 其中最基本的是以下这几条 首先是认证性 然后呢是保密性 第三个是交易的完整性 第四个是交易的不可否认性 我们说呢 这四个主要的需求 是电子商务安全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当然我们说还有些其他的需求 那么下面我们就挨个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认证性 那么什么是认证性呢 其实很简单 认证性就是说双方之间能够互相确认对方的身份 那么我们说在现实上当中 我们互相是见面 然后看对方的证件啊 或者通过接触来了解对方的身份 那么网络当中双方可能并不见面 那么我们如何来确认对方的身份 这就是身份认证的一个问题 那么确切的说呢 在网络上身份认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识别 另外一个是认证 什么是识别呢 识别就说 我如何证明在计算机后面操作的人 就是你说的这个人 这就是识别是用户的身份 那么通过各种手段 对吧 比如用户名啊 账户等等 我们后面会讲到 那么认证呢 就是更为高的一层 就是说我不但要证明你的身份 还要验证你的正确性 那么它的方法就是包括很多 比如现在经常用的数字证书啊 USBK啊 IC卡等等 那么对于身份认证这个安全需求 最最典型的一种风险 就是钓鱼网站 那么可能我们都听说过钓鱼网站 那么可能并不太了解 钓鱼网站是什么概念 那么我们钓鱼网站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些不法分子 把一个网址伪装成一个常用的 比如说这个页面 看上去像淘宝啊 其实呢 我们看它是淘宝KOE.cn 它并不是淘宝 但是呢 它会要求你输入淘宝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如果你不能识别 哎 我输了淘宝的用户名密码 那么就可能被不法分子拿到你的淘宝的账号 当然 这个里面不单单是淘宝的账号 可能你的银行账号密码 都可能被发现 被不法分子盗取 那么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主要分析一下 互联网上活跃的这种 钓鱼网站传播路径主要哪些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通过QQ啊 MSN啊 旺旺等等这些客户中的聊天工具 来发送一些钓鱼网站的链接 如果你和别人聊天 哎 别人说哎 这个网站不错 你发去看看吧 或者你不太清楚 你问别人 别人发给你一个网站的链接 那么可能就会是钓鱼网站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很多这种钓鱼网站 会在搜索引擎当中 哎 发布一些广告 那么吸引用户点击旁边的这种 链接 那么就可能被到一些假的网站上 比如说假的医药网站呢 假的机票网站啊 等等这些网站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就可以说通过email啦 论坛啊 博客啊 等等这些网站 来批量的发布 这种钓鱼网站的链接 如果你经常访问某个论坛 哎 或者访问某一个人的博客 哎 他会在下面给出一些链接 那么如果你点了 很可能就会进入到钓鱼网站 第四个 就是通过一些微信啦 微博啊 推特 推特当中这些短链接 来发布钓鱼网站 那么你和别人聊天 哎 可能会看到这个 那么你点 可能就会进入钓鱼网站 那么第五个 哎 这是最常用的 一种方式 你通过仿冒的邮件 通过邮件发送一些 比如说 要求你进行密码重置啊 等等等等 来骗用户进入这种钓鱼网站 第六个 哎 感染病毒了之后 会弹出很多这个模仿QQ啊 旺旺的聊天工具 进入人士网站 那么第七个 哎 就是一些恶意的导航网站和下载网站 那比如说 中国我们知道 很多人愿意下载一些软件 那么软件呢 可能我又不知道 它的原来的网址是哪 比如说我想看看一个 哎 我要找一个录屏网 软件吧 哎 我就不知道阵营哪些 这个录屏软件 它的官方网址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 那么我一搜 哎 可能又有些下载网站 那么你这时候点了之后 我们会经常发现啊 这种下载网站 下载的程序 哎 它很小 比如说我下载了这个软件 我估计应该有几百兆 但是我下载以后 只有几十兆 哎 你点击之后 它其实是弹出了一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 可能会让你进入教育网站 也可能它会让你装一些其他的东西 捆绑链接 或者是直接安装木码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 千万不要在一些随便的小网站上下载东西 另外第八个就是伪装成用户输入网址 容易发生了错误 比如说现在跟你说 哎 你说一下Google网站吧 哎 很多人可能想 哎 就会输成什么 哎 就会输成 哎 JO 我们可能就把它分成 JOJLE.com 但是我们其实知道 Google是JOOJLE.com 那么这个是CINA.com 哎 可能我们知道 为什么是Z呢 因为A A和Z在键板上来说 离得很近 你可能一旦打错 就会误入这个钓鱼网站 所以呢 大家在进入一个网站的时候 要小心 来看一下这个网站 是不是自己熟悉的 不要误入钓鱼网站啊 那么对于认证性来说呢 我们说呢 主要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靠这个CA来进行保证的 那么CA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证书的服务中心 那么它是基于PKI 这个体系来建立的 那么呢 它会通过发放一系列的这个重书啊 来管理客户之间的店的身份 那么这个关于CA这部分呢 我们在后面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么第二个 对于电子商务交易的这个 基本需求就是保密性 那么对于保密性来说呢 我们国家称之为保密性 那国外也有称之为隐私性的 什么概念呢 其实具体来说就是两句话 第一个 我的数据不被窃取 第二个 我的即便被窃取了 也不可以被破译 那么从道理上来说呢 数据不被窃取 我们通过 可以通过防守墙 防火墙啊 入群检测系统等等手段来实现 那么窃取不被破译 我们就可以通过加密手段来实现 比如说通过DAS RSA等等不同的土耳取现 等等不同的加密算法来实现 那么这个呢 加密这一块 我们在下一章会详细来讲 那么当然 我们说在交易的隐私性当中 还包括了一点 就是交易的不可跟踪性 那么对于保密性来说 和典型风险 就是木马了 我们都听说木马 其实木马这个事呢 来自于最早的特洛伊战争当中的 特洛伊木马 对吧 双方打了很久 打不下来 那么希腊人想 哎怎么办呢 我假装撤退吧 我留了一个大的木马在里头 其实我藏了好多人在里 然后呢 这个木马就被当作胜利的纪念物 被特洛伊人扛到城里了 那么进了城之后 哎 这些人跑出来 打开城门 把特洛伊杆灭了 那么木马也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 他本身木马并不直接对你的电脑产生这个危害 比如说我格式化你的硬盘 我占用你的空间 我给你装一大堆烂码其他的东西 哎 他其实不是这样 那么木马干的是什么呢 木马是监视和控制 他偷偷的来监视你的所有的操作 他甚至可以远程控制你的系统 那么曾经有人说过 这个世界上存在两种人 一种人是什么呢 哎 我知道自己被人控制了 另外一种人是 我不知道自己被别人控制了 其实我们真的是这样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被木马控制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会有黑客一等发动这种DDS洪水攻击的时候呢 哎 会有几百上千万的这个电脑一起发动攻击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被控制的 那么对于木马来讲 他的传播方式其实有两种 两大类吧 那一种是通过email啊 这种方式啊 以这种复件的形式 加在邮件当中插出去 那通过网络传播打开复件 就会感染木 另外就是下载一些软件 那么这个木马会在软件上 绑在这个安装程序上 你只要运行这个安装程序 木马就会自动去安装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 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在一些小的这种下载网站上下东西 给钱还好 有的要钱就能下 但是有的不要钱也能下 那么这有可能会有木马 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木马 叫反弹木马 对吧 我们说是放在比如说那U盘上 它会自动进行 只要你插了U盘 我就会运行 而且会反弹 不管你在哪 我都会连到我的这种黑客端 这个木马这块呢 我们后来再说 那么对于整个来说 常见的木马其实有很多 在中国我们说这些木马是经常见的 比如说冰河 网络公牛 什么网络神童广外女生 灰鸽子等等 那么这个冰河这个木马呢 其实我们曾经用过 其实它就类似于微软的这个客户端 它可以远程控制你的电脑 那么在早期 这个事情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早期的这个计算机啊 它的这个能力有限 如果一旦你被人远程控制 那么它的CPU会过载 那么你会突然觉得网络变得卡 整个我的程序运行都很卡 很慢 那么当时我们知道 我们被人控制 但是现在呢 就不好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计算机 在这个性能很强 被人控制这个消耗 其实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就更不容易被人发现了 那么这个举个例子啊 这个木马病毒的事情就是 比如2005年9月 很早以前了啊 我们说福建 某个市民来到中国建设银行 办理这张储蓄业务 当时存折上 在6月11号 还有6.7万元 结果到了6月底 发现只剩400块钱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或者到建行一查 哦 原来是他的这个存款 在6月12号 就是11号的时候 还有那么多钱 12号就被福建市连行 江支行及其凤城分离处的 人取走了 哎 这是为什么就被人取走了呢 哎 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发现哎 原来犯罪嫌疑人呢 通过这个木马程序 入侵了互联网的这种网络服务器 那么入侵服务器之后 就拿到了姚某 在妹很多网上银行的客户的 身份账号码 账号及密码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这个储蓄卡 它其实就是个词条卡 那么后来我们会讲 它很容易就会被复制 那么如果我有了你的卡号和密码 我就可以复制一个假卡 然后到充款当中 就可以把你充款取出来 所以说呢 在这里 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利用了这个木马 窃取机密的性质 盗取对用户的银行账号和密码 我们说这是木马病毒 木马病毒这么麻烦 我们怎么样防弹呢 来其实简单打 简单的说一下啊 首先要安装杀毒软件和个人防火墙 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应该感谢一下360 因为360 因为360它推出了免费的这种网络 这种防火墙和这个杀毒软件 使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假装我们不受网络和病毒的侵害 那么但其实还是会有的 只不说看起来我们不太受 而不像在以前 哦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那天天是各种病毒泛滥呀 肆虐呀 那么你随时会中症 那么现在就好很多 第二个呢 就算你买了防火墙 那么你要把它安全等级设置好 第三个 要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好的浏览器和客户端的这种邮件工具 不要使用这种就是只是IE或者其他的 那么如果就算你使用IE也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装点其他的呀 比如装个卡卡助手或者360的安全浏览器 这样呢 可以在某些程度上防止在这个其他网站 这种恶意网站在我的电脑上安装这个木码 那么这是第二个完整性 第二个是安全 第三个就是这个完整性 那么什么是完整性 那么完整性呢 指的就是我整个这个电脑商务交易过程当中的这些数据和信息 不能被未经授权的就改变了或者破坏了 甚至包括呢 我们说包括了卵需重放插入等等 那么我们说前面我们讲到认证性对吧 还讲到保密性 那么保密性能保证的是不被窃取 窃取也不被破译 但是呢 它并不能保证一种非授权的破坏 我们说这种完整性呢 我们一般是通过这个信息摘要 数字签名等等这些技术实现 那么这部分技术呢 我们会在第一 下一章来讲 那么对于完整性来说 一个最典型的这个风险就是重放攻击 那么很多人一听哎什么叫重放攻击 我不大明白 那其实重放攻击呢 呃就是一种 要保证这种数据新鲜的概念 就是说我这个数据不能被重复使用 也就是说这数据是新鲜的有效 那么就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我 比如说我在一个网站上 对吧 我买了杯咖啡 OK 那这杯咖啡我只付一次钱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如果我再一次重放这个付款操作 就属于重放攻击 所以说重放攻击呢 那就成为重播攻击 回放攻击 或者新鲜性攻击 主要是指 哎 这个攻击者通过截获了一个 网上一个传输的这种操作的包 那么 为了达到七倍性的目的 他就重新再放一遍这个包 从而欺骗这个系统来进行 来通过身份认证 或者是破坏认证等等 这些功能 那么所以说重放攻击呢 他会不断的恶意的 重复的一个 重复的发送一个有效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说 哎 我们怎么样来防止这个重放攻击呢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 那么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A我们通过加入时间戳 来解决这个重放攻击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加入序号 那么可能好多人 虽然重放攻击这个是 黑客经常用的攻击方式之一 但是很多对于不了解密码学的人来说 可能不太理解 那么我们有一个例子 来讲一下 那比如说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阿里巴巴和四只大盗的故事 咱们概念就是说 从前有个青年 他很穷 突然他有一天在山地里看到一群大盗 哎 把抢来的珠宝放进他们的宝库里 怎么进的呢 哎 就说了 这么开门 哎 这个门就开了 开了之后呢 这大盗们进去就把这个财宝放进去了 然后他们就走了 走到之后呢 这阿里巴巴就去了 他也说 芝麻开门 哎 这门就开了 那么阿里巴巴就把这个宝物都搬回家 那么这个阿里巴巴说的这个芝麻开门 他就是重放攻击 他重新发放了这个大盗首领说的这个密 那么这就是重放攻击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时间戳和续号来避免重放攻击 那么这个续号确认 其实也是我们说后来讲的SSR协议当中 一个主要的一个防止重放攻击的一个技术啊 然后呢 就是第四条 不可否认性的攻击 那不可否认性 我们也称之为不可抵赖性 什么概念就是 收交易的双方不能否认 彼此之间所进行的这种信息的交流 所以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比如说发信者事后否认我曾经发过这条消息 我不承认啊 这不是我发的啊 这个叮单不是我下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收信者事后否认曾经收到过某条信息 那比如说 哎我说你赶快把这给我 或者这个应该加点什么内容 哎我说我收到了好吧 但是我收过之后 我否认我没有收到你跟我说这话 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这话啊 这就是 收信者事后否认曾经收到某条信息 或者没有 第三个 购买者下单之后不承认啊 我没有买这个东西 你给我机会上我不承认 这不是我买的 我后悔了 啊 第四个就是 哎卖家卖出商品 却不承认原有就 这个东西有问题 不是我卖给你的 比如说我卖给你个东西 你吃坏了啊 拉肚了或者生病了 我不是我卖给你的 你不能证明这是我卖给你 这就是这个 那么所以说 对于电子商务的不可否认性来讲 他可以使用这个数字签名来确认 那么呢 他这种数字签名是什么概念啊 他就类似于纸上的这种签名 但是他只是数字化 那么他是通过一套这种 非对称加密的方法 就是通过公钥和私钥 组合用用来实现签名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哎 这个加密方式 我有两个密码 一个密码是只有 我这个签名转来拥有的 别人谁都不能看 也不能给别人 就相当我签字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哎 就是我的什么 就是我的这个公钥 谁都可以拥有 就像我的签名 我签好了 之后谁都可以看 你都可以看 那是不是我的啊 哎 所以说通过这个 非对称加密 实现了数字签名 那么通过结合的数字签名 我们一方面 哎 可以验证对方身份的合法性 哎 可是可以保证自身身份的合法性 另外呢 一方面 我可以验证 我这个东西 是不是 这个签名者 所承认 我加上错 就可以知道 签上名 你就不能再否认了 啊 那么对于不可否认性 一个简单例子就是 06年 对吧 招商证券 对内部系统进行检测 是哎 接到了某个用户的投入电话 什么概念呢 哎 原来说啊 这个人啊 哎 他 否认 他前几日的交易情况 并且咬定说 哎 这个招商证券 你这个网络平台啊 存在错误 因为在2006年 我们的这个网上交易呢 平台不是特别的完善 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 就通过这一点来到处做 哎 这个不是我干的 哎 是你们平台的漏洞 所以你应该赔偿我的损失 那么 招商证券一查 发现 哎 这个用户使用的这个超度的这个IP地址啊 确实就是用户家里的ADSL 但是呢 虽然这个IP地址是他家的 但你并不能证明当时操作的交易 就是这个用户本人或者他家人 所以呢 只好给他一定补偿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说 电子商务的不可否认性 就体现出来了 那么其实呢 如果在当时 我们有了数字签名 有了数字证书 你的每一笔交易通过数字证书进行签名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抵赖了 而且就算抵赖 在法律上来讲 我也可以进行验证 因为你要是证书丢了 或者你签名的公要丢了 私要丢了 那么是你自己的问题 就相当于你自己签字了 那么你就得认了 但是在当时 我们的这个技术和周围的环境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就造成了欺证 那么说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比如说可用性 那可用性其实也很重要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正要 正在使用你的这个云网 来计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结果咔嚓 你的服务中断了 那导致我整个的计算全部失败 那么如果我的计算可以恢复还好 如果我的计算不可以恢复 那么我就要损失很大 那么所以说资源的可用性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指标 一般它的使用这个正常使用时间和整个这个工作时间之比来度量 那当然可用性的这个这个 这个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造成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可用性啊 就是说有些时候呢 当然我们说可以通过硬件坏了 软件坏了 但是会导致这个可用性有问题 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说 这个拒绝服务攻击等等病毒攻击 这个是影响可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合法性 那么合法性其实就是顺理成章了 对吧 我们虽然是在网上做成一店的商务是在网上 但是网络也是社会对吧 也是国家 你一定要保证你的交易是合理合法的 特别是要合法的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哎 有由于我们网上这种交易这存在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 各种现象层出不出 所以说呢 我们没有办法来实现这个立法来马上覆盖所有的法律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要逐渐的完善我们的法律 通过法律规定健全的法律法律法规 让用户和商家都明白 哎 什么是合法 什么是非法 这样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有法可疑 有章可循 所以说呢 这个合法性也是很必要的一点 当然 我们说在电子商务过程当中还有其他其他的需求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说电子商务的安全基本需求就这几个 第一个认证性 第二个保密性 第三个完整性 第四个不可否认性 以及一些其他的基本需求 好吧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再见 下节谢ア